我首先形容一下 這個醫管局的狀況就是怎樣呢 就是權貴民山會海 前線就是刀山火海 民山會海是大陸的說法 就是文件上山那麼高 開會就像海洋那麼大 人家是刀山火海 局長你做過護士 你有什麼感覺呢 民山會海和刀山火海 說起人工 前線就是吃緊 抗日的時候打仗 諷刺蔣介石 前線就沒有子彈 沒有飯吃 後方就緊吃 後方那些官吏 在重慶那裡吃火好 吃這個 這個 打火鍋好 腐敗 什麼叫腐敗呢 就是 你自己就加了工資 你的下屬做到瓜老襯要走了 其實 阿彭女士剛才說 多謝那些 前線人員緊守綱 很多人走了 因為頂不住 你不用讚他們 他們也想走其他人 這是很大的事情 你讚他就是害他 阿哥 你怎麼搞呢 這個重災區是什麼呢 我告訴你 是兩個特首 一個叫董建華 一個叫曾蔭權 全部陳退言醫生 問回來 減病床的年 就是董建華這個人 現在還在香港全職基金會 你問他死不死 還叫我做大灣區那條腦腦 他說有結構性財赤 要減病床 減護士訓練 他說護士不用讀 不用訓練 喂 從再去 跟著到曾蔭權 就要做六大全家產業 我們那時候說全家做得的 就這個 注意你的言論 就是全家做得 那就要搞醫療私營化 阿哥 減病床 來令到醫管局的服務少 而去令到開私人醫院的人賺錢 也都趕走自己的員工 什麼人來的你們 阿局長 什麼人來的你們 從哪裡回來 從地府陰槽上來 很簡單地說 你們可不可以答應本會 我現在不是議員 可不可以答應香港市民 你什麼時候可以 肥上瘦下的東西沒有了 就是差距沒有了 什麼時候可以 醫管局 能夠 民政府拿多些錢 去做好些事情 我再說一次 我們GDP 在GDP開支裡面的醫療費用 是低人家的一半 佔那個財政預算案就是一樣 即使沒有找到有錢人出來 去為全香港的醫療 生老病死服務 這個是政府的責任 局長 什麼時候 不要叫林鄭 我說有二千億改善醫院 在做夢 你去年通過財政預算 有二千億改善長遠醫院 現在前面死人 人家現在是要接生 不是買棺材 不好意思 早晚了